来看军中爆出了食安问题 高雄一间食品公司去年得标 负责供应国防部陆军副食中心的餐食 每一天出产7000个餐包给国军弟兄 没有想到现在被踢爆说 工厂内业者不但没有一规定穿戴卫生装备 更时常随手拿起餐包就边吃边包装 让上千名国军弟兄恐怕是吃下了口水面包 这离谱的行径全被拍了下来 而我们实际致电业者并没有得到回应 身穿紫色上衣的男子就是食品公司老板 只见他将面包一个个放上生产线 但仔细一看 真的太离谱放着放着 竟然直接咬了一口又放回输送袋上 如其是继续工作 没多久又再剥了一口下来 放进嘴里继续用沾满口水的双手包装面包 就这样边吃边剥 短短两分多钟就吃了其次 内部和送户员工看不下去 求助高雄市卫生局 只得到还在调查中的回应 只好找上议员陈勤 支持这间位在高雄的食品公司 是陆军副食供应中心得标厂商 每天负责出产七千个餐包给国军弟兄 不过不仅生产线上 业者没有依规定穿戴卫生装备 更时常随手拿起餐包用嘴巴来修边 更夸张的是为了避免卖不完或供货不足 业者还要求下游厂商配合生产未来面包 还没有标示有效期限的空白面包 实际致电业者没有得到回应 如今成千上万不知情的弟兄 恐怕吃下口水面包 军方还得加强厂商品馆 维护食安 这综合报道